近日,60歲的老排港星軟瓊丹在採訪中宣布 自己未來5年內不會拍戲了 就算是周星馳叫他都不拍了 隨後他又說,5年後他也老了 應該也沒有精力再拍戲了 言下之意似乎有從演藝圈退休的意思 但雖然不拍戲 軟瓊丹卻並不打算完全退休 而是轉型當直播 甚至他幻想在香港開直播培訓班 大港人發家自負 軟瓊丹其實很早就開始去內地拍戲和做生意 之前他就透露和陳浩文在內地合伙開了100家牛集店 而去年年底 軟瓊丹就宣布自己要進軍直播行業的事情 他很大方表示 不覺得自己去直播市降價的事情 而且直播的酬勞確實比拍戲多 一場直播下來能賺到100萬人民幣 而且直播也拍戲有安全感 拍戲比較被動要等著必人來找你 他還說自己算過一場直播賺100萬 一個月只需要直播四場 一年下來已經能賺到不少錢了 像軟瓊丹這個年紀的過氣老牌港星 不管在香港還是去內地 拍戲都已經不算是一個最佳選擇 但去內地卻還能通過別的機會贊錢 也難怪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港星陸續到內地撈金 不過也不是所有人撈金 都能像軟瓊丹一樣保持體面 還有很多人在開始直播後 被網友說晚節不保 黃晶是香港名道 他的島神九品芝麻官等作品 至今都是觀眾心中最經典影片 然而港圈漸漸落幕後 黃晶拍出的爛片也越來越多 有種嫌淚寄窮的意味 但在去年 他帶著女兒王子涵上 小陽哥直播間引起網友熱議 不過黃晶此次加盟到網紅小陽哥的直播間裡 純粹是為了給女兒鋪路 張熱道 雖然黃晶肯有名 但是他的女兒 卻是小透明一個 黃晶為了能讓女兒被大眾認識 也是想了不少辦法 在直播間裡各種播關注 最經典的一幕就是 他在直播間裡對小陽哥海樂 如果能讓大家給自己的女兒點10萬關注 就讓小陽哥當電影男主角 除此之外 黃晶環表示如果關注人數達到10萬以上 女主角任你跳 這番話說出來 馬上引起網友們的反感 本身黃晶這幾年 就拍不出什麼好作品了 現在還為了女兒的熱道 隨便許諾電影角色 網友們看了之後 也是紛紛吐槽現在的明星沒有底線 為了賺錢和所謂的熱道 跑到網紅的直播間裡 連自己正經的導演事業都不搞了 黃晶的操作 倒是頗有種猛之不保的感覺 不久前 有網友發現 浙江溫州某公司 簽約了路牌港星魏俊傑 在視頻中 魏俊傑整個人半了一大圈 和以前的形象相許甚遠 讓人根本都不敢認 剛出到時的魏俊傑 哪叫一個意氣風法和英俊瀟灑 即便和古巨機暫在一起 都是完全不輸的 因爲長得罪氣 還被外界稱作師奶殺手 然而現在的魏俊傑 不僅發幅變叛 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油膩感 被網友們吐槽 都這個形象了 環固作醜態出來幫眼球 真的是破壞了以前吸引樓下的好印象 據了解 魏俊傑復出的代言費是35萬兩年 商業現出費6萬一場 這個價錢 雖然放在娛樂圈裡不算特別突出 但是他這種在內地瘋狂代言勞金的樣子 還是讓網友們感到不惜 魏俊傑除了勞金是傷難看 早些年和藤賴明在一起時 僻腿給自己小20歲的張利華 也引來無數網友的批評性 僻腿的人最終沒有得到好下場 後來張利華也被報出出軌 魏俊傑甚至還因此差點興生 也是非常令人稀開了 李彩華是大家很熟悉的女演員 他曾在回家的誘惑女飾演的艾利 讓人看得是牙癢癢 這部劇可以算是李彩華的巔峰之作 在內地更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但此後他再也沒有拍出更好的作品 就在前不久 還有網友曝光李彩華 吸一個叫伊哥的網紅端茶倒水 不少網友吐槽 李彩華為了賺錢真的是不擇手段 不僅吸伊哥夾菜 甚至當這位網紅吃得滿嘴油的時候 李彩華還貼心的送上了賊嘴的服務 也是非常拼了 除此之外 李彩華還到伊哥的接播間裡 給他站台爭光 在推薦產品的時候 他直接上手替伊哥郭胡子 兩個人超級親密 也是吸引了不少人前來觀看 流量猛爭 如今的李彩華 在很多人眼中就是自降身份 被網友吐槽他到處走月相演賺錢 明明是還不錯的演員 不許好好拍戲 堅要去賺快錢 前不久某個鄉村活動上李彩華還去現場了 陳浩文這幾年的口碑也是不太好 浪漫門事件後他的形象急具下滑 早些年出道時還有封神榜這樣的經典劇 現在為了賺錢 撿拍的都是象棋們物探這樣的爛片 陳浩文曾經在採訪中說 養育一個小孩至少四百萬 他們家女四個孩子難怪要拼命出來賺錢養家 不過陳浩文的操作 還是讓網友感到不滿 比如他在直播賣貨的時候 根本不講究商品質量 在賣某品牌的葡萄酒時 陳浩文看六千元的走賣不動 直接降價到兩百元 這個差距之大 讓網友對產品的質量 打上了大大的問號 不僅如此 還有一位網友在平台上曝光 在陳浩文接播間買的黃金居然退色了 簡直是質量陷幼 不得不說 陳浩文為了贊錢 根本沒有做好調查就去帶貨 除此之外 陳浩文和蔣麗莎夫妻倆 還總是炒作 之前是因為五年否四胎引起大家熱議 後來又是鬧離婚傳民邦眼球 引流量 真的是路人好感都快拜光了 曼子良在古惡仔等劇女有著精彩表現 圈料不小份 雖然掌商不是大眾審美的歲歌類型 但是總體形象是比較陽光有男人味 曾經形象很好的曼子良 近年也多次陷入網友的批判 有網友在網絡上曝光了一張曼子良抱著粉絲親民的照片 引來熱議 很多網友評論稱 曼子良不該對粉絲動手動腳的 這幾年曼子良已經很少再出來拍戲 站前的方法基本上就是靠走月相宴 憑借著曾經的名頭 他也接到了不少演出 賺得盆滿半門 但是他的問題也肯突出 在活動中經常對女嘉賓 女粉絲動手動腳 沒有邊界感 也是相當由你位所料 楊詩琦是2001年香港小姐冠軍 他的獎商雖然不是經驗類型的 但是總體看起來很舒服 本來也是前途無限大好 卻因未婚生子陷入出軌醜聞 之後星途變暗淡下來 之後他轉戰內地卻也沒能掀起波蘭 反而是再次生下一個不知道生父是罪的孩子 為了兩個孩子他也加入接播大軍 卻沒想到因此深陷風波之中 喜恩是有網友發現 楊詩琦在某平台上 開通了腐快培療的業務 聊天一次是5分鐘 大概人民幣1,270元 這個消息一曝光 就遭到不少網友吐槽 香港媒體也報導 稱楊詩琦是發善寒 之前曝光過他生下兩個孩子 但是從未公開過孩子生父的身份 這次讓網友更加覺得 他是沒有老公 還要這樣出來開直播培療贊前 好好的一個香港小姐冠軍 被愛情衝分頭腦 淪落為現在這幅模樣 也是讓人狠氣虛了 57歲的陳錦雄 曾憑這創世紀中許文彪一個 在內地知名度頗高 但早年因為要照顧兒子 他適應了5年 直到去年才復出 但他在香港復出拍戲的情況 並不理想 繼而轉線內地商演 雖然他參加的商演 不算很大型的 但每場下來 也能賺7萬的演出費 陳錦雄現在已經在廣州買了房子 帶著妻子和兒子 去內地定居了 將陳錦雄 黃一山 李國倫 麥家琦 這種知名度和人氣不算 很高的老牌港星在內地 都能拿到5萬以上的演出費 羅家良 湯振業 呂良偉 這種比較大牌的藝人 雖然年紀大了 但在內地 還能拿到10萬以上的演出費 而將李若同這種有經典角色 還在內地社交網絡心間 擁有大批粉絲的藝人 演出費最高的時候有80萬 年近70歲的吳智雄 從2009年開始去內地商演 起初專注於在各種小酒吧走月 一開始演出費7千元 之後加到1.2萬元 一直慢慢在漲 吳智雄說 自己每個月能拍二十多場 一年下來能賺到千萬 除了走月商演 這些過戲明星在內地還能選擇拍戲 直播和做生意 比如遠慶丹就看到了直播的機會 還有做生意的例子 比較成功的有64歲的何嘉敬 他早年在廣東和朋友合資開廠 如今身家已經過億 前段時間 何嘉敬還官 孫自己已經結婚生女的消息 也算是在內地落地生根了 很多到內地發展的老牌藝人 都會發出感慨 在內地時收入比在香港時多很多 有人說在內地10天的收入 是在香港時一年的收入 而且這些藝人更多的是陸業演員 斯明道和人氣 還不算很高 也難怪越來越多的港星不想發展了